試試看 然後 接下來我要教各位 兔子兌現出裝的技巧 一開始鞋子一定要出 假如你出攻速鞋的話 之後呢 先出一把短鍵 然後再出4把知虎 為什麼要這樣出呢 因為史蘭茲的被動 疊三下會有1.3 加成的物理傷害 然後清兵能力就會提升 史蘭茲算是一隻 就是被每隻角色都能壓的角色 可是你出了之後呢 清兵會提升很多 然後出完知虎之後呢 直上聖劍 聖王聖劍會剩下兩把知虎嘛 就類似悟空打吧 兩把知虎之後呢 直接上颶風 就可以達到 不一樣的效果 就是 其實你出到一把聖劍 你跟人家單挑 標道人單挑的能力就很強 然後接下來是對線的技巧 因為你對線如果技巧沒有對好的話 很容易崩盤啊 你只要抓到時機 你看喔 我先幫他升級好了 假如他躲在小兵後面 他直接衝 然後 假如你看到現在看到位置 他跑錯了 哇塞 電腦怎麼不乖啊 正常對線一定會在小兵的後面 這時候看到他比較靠右 又靠左 所以直接左邊一個跳標 中的機率 就會非常的高 這個電腦有點調皮啊 然後 你看喔 然後你這個時候拉到小兵的位置 這個標是一定中 你只要跳過那個小兵 他們會認為他們是安全的位置 然後其實並不安全 因為你 他一直站在右邊的話 會玩的一定是 左右一直移動 讓你標不到 然後不會玩的就是一直站在左邊 一直清兵 或是站在右邊一直清兵 這時候你就很好 可以利用跳標的特性 打到 後排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玩死蘭茲 標跟 都會先標然後再跳 這樣我覺得 算是一個風險 如果往前跳的話 如果你扣著 打刺客 逃跑是非常好的 可是 跳標可以解除 二技能可以解除 所有技能的後搖啊 就是一技能跟大招的後搖都是可以的 然後你對線的技巧就是這樣 假如他躲在 右邊左邊 就是跳標 然後拉開距離 開大 去點人 或是 你覺得跳標 感覺100%會命中直接開大 就可以取消所有的技能 一口氣取消所有技能 然後一直去點人家 然後接下來要介紹地圖標 地圖隱藏標 地圖隱藏標 假如你看喔 你要從這邊gank他 的時候 這時候出標 他根本看不到你出標的動作 然後他看到 他首先 眼睛會先看到你的人跳出去 然後才看到你的標飛過來 所以他們的反應時間就會慢了 然後這種大地圖是最好的隱藏標 跳得過去的時候 有沒有 等於是你人 一到位子的時候 那個標就 就中了 就是這個技巧 所以叫地圖隱藏標 然後 魔紋呢 帶惡魔覺醒 為什麼帶惡魔覺醒呢 因為 我們 玩史蘭茲是我的 獨特打法啦 我比較習慣 跳標嘛 我幾乎每個標都是用跳去 加成之後 標的傷害 因為跳會加50% 不是 會加最後 點滿會加100攻擊力 然後你的標也會吃到加成 所以我會利用 這種跳標的特性 然後 為什麼帶惡魔覺醒 因為跳標完之後開大 你看喔各位 跳標大 之後呢 你的 CD 都會減少 因為他其實跳跟標的CD 唉唷 卡錐爆 他其實跳跟標的特性都是 CD很長的啊 只有點到滿46秒 所以我會點 這一套 然後接下來呢 給各位看個魔紋 魔紋我會帶 魔法聰明 因為對線的時候常常一直跳標 所以 跳標 如果打到冷的話 可以回魔 然後就可以增加續航能力 然後第一排其實 我建議A排以下 的 玩家都是 我會帶這個 增傷 可是我建議 星耀以上 我會帶這個 因為常常打會戰啊 星耀以上會戰幾乎一直打 因為 只要有一十機會就會打 你爭奪魔龍就會打架 爭奪什麼就會打架 然後你星耀以下幾乎架比較少 你會穩農 所以幾乎對現時期會比較多 然後就會用到研磨 然後為什麼點暴擊魔紋呢 因為我前面不是說了 我會出一把常見跟四把直虎 我是讓這個暴擊先撐起來 然後你出完四把直虎之後呢 那個暴擊機率會有 63% 63%你清兵的能力也會提升 像有些人會先帶電刀啊 或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你出四把直虎 清兵就比電刀來得快了 然後而且 撐暴擊就是撐到中期的機會就會 離得更近 你出電刀等於是 會拖一件裝 之後才會出聖劍 就到後期的機會會比較 比較難到後期啊 接下來奧義的部分 奧義部分我會帶 全部暴走 十個暴走 十個龍爪 十個刺殺 為什麼刺殺不是精靈呢 精靈其實 前期你標到會加攻速沒錯 可是你的標只要點到 第三階 第四階的時候 其實攻速就很加成 然後你加上刺殺 傷害會比較高 如果你對線 用我的技巧標到人 其實換血 是不會輸的 然後如果你標得到人 他等於是算T1的角色 你標不到人他等於是T3的角色 然後 奧義魔紋都 都介紹完了嘛 然後技能 也可以帶狂樂 狂樂也可以帶 如果對面 你覺得對線時級會比較久 或是你跟他 他輔助會游走 感覺是游走型輔助 就可以帶狂樂 因為你單殺機會會非常的多 可是如果你覺得他們是雙人線 雙人線的話就帶保命技能 幾種 或是 清醒 或是瞬移 都是保命的技能 假如對面刺客是一段位移 類似蝙蝠 甲蟲那一些 就是可以帶瞬移 然後遇到一些 刀鋒什麼 拉打型的 就帶幾種 好各位這就是我的 最詳細的教學 各位 如果覺得有學到的話 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我是雲神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就直接把它介紹 Main 我選擇 beh�蝙蝙蝙蝛